感謝你 你既成真好 你如果要說就糟糕了 老實說 我有一個建議 現在是觀眾給我的靈感 因為中正紀念堂 老實說 跟現在各自表述 有人說它是台灣民主信念館 老實說這樣沒有改過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台灣民主紀念館也不用改了 不用改做什麼 但是用英文跟中文寫 寫說什麼人不管他改 為什麼呢 再把它改掉 它是自由的燈塔 自己號稱自由的燈塔 世界的偉人 人類的救星 世界上最偉大的領袖 再把它改掉 自己說的 自己號稱的 我們讓全世界的觀光客 如果來就把它改掉 讓它們看 我們改賣過 讓大家知道 我們可以讓他們加註 因為紐約時報說他們一家都是賊 按個加註就好了 紐約時報那些報導 他們一家都是賊 沒關係 因為我們沒辦法 我們就把它改掉 讓全世界人的知識 說他們不需要給大家改 而且他們的意思是這樣 來 感謝你 來 高雄 葉先生 葉先生 你好 黃耳先生 葉先生 你好 我第一次講一禮拜了 是 我今天到中國去出差了 所以有人在這裡要很上網 我講一下中國的網路消化 讓你們參考一下 好 這個世界上有幾種變態的愛情 答案是 有雙性病 有人手鏈 有內帶狂 還有對社會主義祖國的愛 作家白話講過一句話 祖國我愛你 但是請問你愛我嗎 我讀很多余光宗的詩 余光宗在詩裡面 像他那個什麼鄉愁事運 那個什麼諾馬州 香港有個諾馬州 他遙望大陸 他對祖國的詩願意義言表 但是他的詩有講過一句話 祖國啊 你是得了沒堵的母親 這些中國的知識分子受盡破壞 但是他們還是深愛著祖國 所以說他們對祖國的愛 是一種變態的愛情 一定也不問 第二點 共產黨跟國民黨 非常地善於把謊話受益線變 等於真理 這一點說實在的 我們輸他出很多 你去看看隔壁的題材在講什麼 指入尾碼顛倒石灰 所有的媒體 你是例外 你是少數就跟我少數嘛 我們沒有辦法 很有組織的來進行文宣戰 我們沒有要顛倒石灰 我們只是想把台灣的真理告訴全世界 宏以拜託你 你為號召人 號召台灣的歷史學家 還有優良的節目製作群 我們來拍一部台灣三百年的真理 把歷史原原本本的告訴全世界 我們要用英文 日語 話文 德文 台語 國語來話音 我們在全世界方面 我們在全世界方面 沒有共同的台灣人同感 怎麼會有殘劫呢 謝謝你講 你沒有辦法把80% 90%的人 跟台灣意志 擬結在一起 嗯